蒙特呀 你太多疑了 咱们错杀了好人 做下大恶了 宁可我负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负我 什么 望着满地的尸体 成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别人杀猪宰阳款待自己 自己却一身一鬼 托人满门 不出意外的话 这辈子都别想睡个安稳觉了 事已至此悲叹何用 赶紧亡命吧 二人痛定思痛 一刻也不敢停留 顺着荒草小路 盘山前行 不曾想正好撞上了 买酒抄小路回来的吕伯舌 二人见状下意识地就要跑路 吕伯舌一看曹操的架势 就问他为什么要走 曹操表示不敢搅扰 怕给庄园带来祸患 那可不成啊 瞧啊 我把美酒都过来了 家里正杀猪煮猪肉呢 今晚咱们是吃饱喝足 一醉放休 谁也不能走啊 看着吕伯舌质朴热诚的模样 成功此刻的内心已经崩溃 无间的回忆 用上心头 而曹操那边 依旧是面无表情 不知他作何感想 吕伯舌见他站立不动 下驴前来拉人 你待着干嘛 赶快给我回家 别在这待着了 这大冷天的 你看 沉浸于悲哀中的成功尚未反应过来 看到这一幕后 静的眼珠子都要掉到地上 他火速赶来查看情况 而死客的草草已经杀红了盐 又是一刀下去 砍死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 小毛驴 成功吓得完全呆住了 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 这家伙如此歹毒 不会连我也要看死了 曹操虽然满脸是血 浑身贪软地坐在地上 但思路却无比清晰 你想想 如果吕伯舌回到家中 看到满屋子被我们屠杀的家人 他会善罢甘休吗 面对如此血海深仇 什么救命恩人 什么结义兄弟 都不管用他 到时候他带人来追杀 我们还能跑得掉吗 只有杀了他 才能雄绝后患 你 你兽门不报 你日处还杀 你 你还有半点忠义之心吗 曹操此刻已经累瘫了 处理尸体而出力的身体累了 经历了那么多的内心 也累了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他再次摊坐地上 喃喃地说出了那句 日后成为他人生 一大污点的话 命我服人 你不仍服我 注意曹操说的是八个字 命我服人 勿人服我 这八个字是比较符合文献资料的 而在三国演义的小说中 为了吐出曹操的奸诈和多疑 有意地把这八个字做了修改 你说什么 宁可我服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服我 前后对比增加了天下人三个字 因为这个改动有人认为 三国演义是在彻头彻尾的抹黑曹操 因为宁我服人 勿人服我 这句话是非常具体的 针对的就是吕伯舍一家 我宁可对不起这一家子几口人 也不能让他们对不起我 而宁可我服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服我 这句话针对的则是全天下的人 等于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一下子把曹操的狂妄自大 多疑惹人恨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想及了断水流大师兄的那句经典台词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死 错杀了人 还大言不惭理直气壮 而这就是他做人的准则 将来还会如此 这就比较可怕了 一个人的品质如果是这样的 那他该多恶劣多歹毒 不是个大大的奸贼 又是什么 三国演义是不是在抹黑曹操 是也不想过多评论 毕竟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 人家也没有标榜自己是正事 或许卢冠中在写这段的时候 也很纠结 一方面他认为曹操杀人是对的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 这种行为是不仁义的 站在高位的人 我们是不能用普通人的眼光 去审视他们的 正确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不正当的 也不一定就是非正义的 就比如说 朱元璋后期杀了那么多功臣 是不正义 不合理的 但是站在皇权的角度 为了大明政权能够顺理交接 为了大明江山能够少起动荡 你还能说他做的不对吗 这也正是曹操接下来一生的写照 在对与不对的黑白地带 来回穿梭 在能成和奸雄的 褒贬之中左右摇摆 今天我真不知道 你是忠义之喜 还是奸恶之徒 大奸似忠 大伪似真 忠义和奸恶 都不是从表面 就能看得出来的 也许你昨天看错了我曹操 可是今天呢 你又看错了 但是我仍然是 我从来都不怕别人看错 这应该是曹操一生中距离死亡 最近的一次不复来变 成功的剑就悬在头颅之上 只要轻轻落下 后面的天下很可能就不会是三分 而是四分无裂 曹操煮了一锅狗肉 吃饱喝足后 沉沉睡去 而成功却一整夜都没喝眼 他反复思索这几日的遭遇 反复思考曹操的为人 转眼天意微量 曹操的憨声 毅然不绝于耳 杀了十几个无辜男女 竟然能如此汗水 曹操是个什么人呢 他还是人不是 宁肯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 曹操此话比剑锋更寒 剑锋之杀率是一家 而曹操这话 却能尽住天下人心 此人如不死 必为大害 成功随手操起宝剑 准备为天下出害 然而剑锋了半天 却迟迟无法落下 优儒寡断 成了陈公最大的缺陷 他心中暗想 自己昨天才救的曹操 近日却又杀了他 那自己岂不也成了 反复无常左右无度的小人了吗 曹操无情 自己不能无意 哎 还是算 待到日上三杆 曹操终于醒来 发现陈公已不见踪影 徒留佩剑 差于自己的床头之侧 曹操盯着佩剑一死两 已经撂了个七七八八 不禁一笑 要杀便杀嘛 何必犹豫呢 搞得自己很痛苦 数日后 曹操赶到陈刘 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把这几日 自己的所作所为 狠狠地吹了一把 紧接着就跟父亲商量 儿子准备招兵买马 你只当父亲的 知不知识吧 那么问题来了 曹操的父亲曹松 有钱吗 那肯定是必须有啊 曹松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 汉恒帝时 就已经是废庭侯了 汉灵帝继位后 又升为大红炉大司奴 掌管国家礼仪 外交和财政 相当于国家外交部长 兼财政部长 这样的大佬 你说他缺钱吗 儿啊 我已把曹氏家产 全部变卖 得金两万五千 你可用他招募兵勇 打造战家齐藩 不够 远远不够 成大使者 不可无钱 却又不完全在于钱 首先 是人 得以英雄豪杰 胜过十万金 这里和原著不太一样 原著是曹操自己打算变卖家产 对于儿子决定 曹松是这样说的 滋少恐怖城市 此间由孝连卫红 齐家俱富 若得相助 事可图已 曹松态度很有意思 他没说给 也没说不给 而是让曹操先找一个风头 自己留了一手 如果儿子能够搞定卫红 他就不用出钱了 如果没有搞定 怎么办呢 他就更不用出了 你想呀 连一个小小的卫红都搞不定 你还创哪门子的业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给你安排个班上得了 老曹既考验了儿子 又分散了风险 观察老油条 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那曹操后来搞定卫红了吗 当然搞定了 正所谓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 天生会打洞 遗传了曹松优秀的领导基因 曹操的水瓶 自然也不是盖的 卫红被他一顿忽悠 便卖了全部家产 不过很可惜 卫红的运气实在太差 在随后攻打董卓的时候 身先士卒 撕散了战场 卫红的故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对待创业 这种高风险的活动 能出钱的老板们 千万不要卖命 能得到卫红资助的曹操 马上行动了起来 他将其中一半 用于打造武器战甲 而将另一半 全部投在了BOSS直聘上 花钱做了推广 效果是理肝剑营 不出数月 曹福已然是闷停弱势 在下卫国人士热尽 自闻谦 可来投败曹操 再加上自家曹人曹红等 足兄足弟 曹操臭业起点 就是一万多人 再联想一下 兄弟单位刘备的公司 张飞散尽家财 才搞了五百人 连马都没有 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曹操公司成立没多久 就收到了知名工会 十八路诸侯联盟的邀约 为什么说是知名工会呢 首先盟主是家事贤贺的 袁绍原本出 其次 这十八路诸侯联盟 集结了当时 全王大半资源和流量 只要加入这样的工会 就算啥也不干 知名度也都出去了 小弟们非常兴奋 纷纷规劝曹操赶紧入会 然而曹操却沉默不渝 他不是不想入会 而是不想做个普通会员 要做就做股东 可股东哪有那么好当的 就说这另外十几家股东吧 要钱 有徐州掏钱 要粮 有南洋元素 要人 有西凉马腾 北平公孙瓒 要文化 有北海恐龙 要威望 有郭海元绍 相较于他们 我们有啥 谁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大哥 那你就怎么办 难道我们不去入盟了吗 当然有 因为我 已经给十八路诸侯 准备了一份大礼 而这 恰恰是十八路诸侯 最要紧之 他的价值 胜过十万雄兵